好 再看這真的是霍童天降了 彰化一名富人 她到八卦山公園 原本是參加土豐五觀摩 但是後來她就坐在林蔭下 想遮陽 才沒幾分鐘呢 一棵四十年樹林的鐵刀樹 突然就斷了 而且不偏不倚的 重重的樹枝就砸中了富人 造成了她臉上跟身上多處受傷 還好宋依沒有大礙 大樹倒下壓到人 受傷的富人表情痛苦 靠坐矮牆邊 一臉蒼白 餘悸有存 沒有 就在那裡樹幹就掉下來 我聽到聲音而已 樹幹就掉下來喔 因為我不曉得要往哪裡跑啊 元凶就是富人身旁的這棵鐵刀樹 樹林四十年 枝繁夜貌 枝幹粗大 誰知道重看卻不可靠 哄的一聲 禍從天降 不要不要不要 我就說啊啊啊啊 就已經來不及了 那就整棵把它壓下去了 賴慶婦人上午到八卦山學土荒物 他頭一次來觀摩 驗陽下想找個樹蔭乘涼 坐沒幾分鐘 鐵刀樹說倒就倒 一群唱跳正起勁的婆婆媽媽們 都嚇賞了 事發後彰化新政府趕緊派人 修剪樹枝澆水 可能是天氣熱 樹枝水分征散太快 才會承受不住重量斷裂 還好當時如果民眾不多 不然後果不堪設想 民視新聞龐志龍 彰化報導 不可能 感謝 點 때문에 候 不能